如今哈登已经正式的加盟了76人 篮网队和他的一场闹剧也终于结束 现在双方也是好聚好散 欧文在得知哈登的交易消息之后 也是送上了祝福 但是他却表示自己会带领篮网夺冠 让外界好好看看 而主教练那时也免不了被问到 如何看到哈登的这笔交易 记者首先询问如何看待篮网今天的交易操作 那时表示 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 因为现在所有球员都不必担忧自己会被交易了 大家都可以安心打球 今天的交易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前进 随后记者询问那时 如今哈登加盟76人之后 你们还能夺冠吗 那时表示怎么不能 我现在对于这样的夺冠方式感到开心 我们会成功的 现在的阵容更加合理 我对哈登保持尊重 但是现在我的一些战术终于能够最大化的施展 控球后卫必须要按照我的思路来 我将会证明自己的战术能力 对于那时的言论 不少球迷都觉得非常愤怒 甚至有球迷怒骂那时不要脸 而比如让那时赶紧下课的言论比比皆是 现在的那时已经是把当年球员 17纪委的任何名气都给用完了 那时身为球队的主教练 可以说哈登的离开他要负一半的责任 欧文则是负另外一半的责任 接下来就看看那时有啥战术可言吧 少了哈登之后篮往一场也没有赢过 球队现在马上就要跌出东部前八了 看看这烂摊子 是否能够被那时所说的战术给拯救过来